孩子你想父母互婚 想一个完整的家 真的没有错 但我很想告诉你好吗 今天你是用你的幸福 去读父母的互婚 如果父亲不互婚 可以我也不结婚 错了 孩子 你应该首先把你的幸福生物过好 你如果说今天拿自己的幸福 去读父母的明天 你反让你的父亲觉得你在逼迫他 让你的父亲更加的恨你的母亲 你的想法是好的 但你的方式方法确实错了 你知道吗 只会导致你的父母被盗而辞 我并不觉得 我说我父母复婚 然后我才再考虑人生下一步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 这是我的一种威胁 我想要追求 我就不应该有吗 来不着急小李 不着急 小李觉得很委屈 我只是希望我的爸爸妈妈好 希望我的家庭完整 怎么就变成了强迫他们 或者威胁他们呢 从主观意识上来说 小李你一定没有 我相信你 你只是希望花好月圆 但是从客观事实上来说 爸爸为你的这个决定 或者为你的这个表态 痛苦万分 对于父母来说 你是不是他们最爱的人 那么谁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爱的人 用自己的幸福 去交换其他的东西 在这个分繁的事实中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刚刚连线的时候 就是你的那个姑姑 也说了一句话 她说 不是两个好人 就能过在一块的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 他要为了这一件事 为了同一个目的 他可以去努力 你们没努力 怎么知道呢 小李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做子飞鱼 焉之鱼之乐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子飞鱼 焉之鱼之痛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或者说我是一只鸟 我再努力 我也不可能让自己在水里 超过十秒 那会死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一些 基本的规律 你会发现 有的人他真就不适合在一块 所以小李 我真的很想跟您说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愿望 去带入别人的想法 或者是甚至别人的生活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 是有他们自己的预估和判断的 有的时候 我们确确实实也左右不了 他们的判断 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父母 一些更多的 叫做信任和选择的权利